喜欢漫威系列电影和漫画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部门叫神盾局 那么神盾局的角色就有点像 他们会在世界各地去搜罗那些具备超能力的人 但是呢在大陆1979年 刚刚结束动乱的时候 在政府的组织下面也出现了一个 类似于神盾局的这么一个神秘的部门 有人叫它507研究所 也有人叫人体潜能研究中心 或人体科学研究相关方面的这么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嘛 现在说起来是非常神秘的 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大概持续了20年的时间 全国各地都将近在20年的时间里面 去研究这个气功啊 超能力啊 能不能管它更多的叫特异功能的一个研究吗 这个部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牵头人是前学生教授 而且当时呢 国家还每年给这个部门和它下面的一些 这些特异功能研究的研究所会提供拨款 在当时那个物价的情况下 国务院还拨了100万 每年100万 根据各个地方部门报上来的项目进行分 那么前学生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科学家呀 尤其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 他的社会地位也很高 他的科学成就也好 他还是两大一心的终身成就奖嘛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几乎到了一个科学家的一个顶流 他却给当时的一个领导人写信 要求牵头去研究人体潜能方面的 当然他是从科学家的角度去出发的 他在超能力和特异功能这方面的研究啊 还出了很多的成果超能力的明星啊也出现了好几个 那你就会想哦 我们觉得漫威很多时候是编出来的故事 它的编剧是很有想象力吧 当我们去再往前看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代表作品是星球大战 然后我总会感觉说导演和编剧 是不是知道了一些什么样的世界真相 他们会不会也是在现实生活中 或者说他们本身也是超能力者呢 他们知道了这么多的世界真相 知道了这么多超能力的存在 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去相信你 你首先就拍部电影出来 或拍一个系列的电视剧出来 大家都知道东方人在个性上面 他会比较低调啊 会比较谦虚 跟美国电影里面的超能力者 他不太一样 你会看到漫威的里面的超能力者啊 他们在打架的时候 昏幻会一不小心把一个房子毁了 一不小心把整条街烧了 当时507研究的时候呢 有一些特异功能呢是比较典型的 而我们现在觉得这些匪夷所思的 跟物理的规律没有一点关系的这种 在当时这个507研究所里都是存在的 大概是1979年的时候呢 前学生教授他牵头成立了这个507研究所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超能力研究和气功大师 甚至特异功能的现象呢 就被全国的老百姓在20年的时间里慢慢洗以为常了嘛 当时的国务院呢 他甚至还有一个111个人组成的叫人体科学工作小组 他们不是每年拨款100万吗 就是由这个部门去分配的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大陆的平均工资没多少的嘛 所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 这个小组成员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普通人 他们都非常厉害 那个时候的国家体委主任啊 科委常务副主任啊 卫生部部长 安全部部长 甚至包括了中宣部副部长 财政部副部长 公安部副部长 还有军委总政联络部部长 甚至包括了武警部副司令员这样子的一个正副部长级的人物 你想想中央的领导人在督办这个事情 各地的研究所呢 它是每年都要进一次汇报的 那么方便中央即使了解这个科学 人体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进展 也想知道最新的一个进展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那么也表现了当时的一个当局对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了 对不对 当时这个507研究所现在去了哪里 因为它也几乎销声匿迹了嘛 这个当时中央牵头的507研究所啊 现在变成了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 那它这个任务呢 也从当年的研究人体的一个潜能特异功能 变成了今天专门为航天员的身体健康所 这种营养支撑的这么一个部门 它专门用来研究说 航天员现在适合吃什么呀 怎么调理身体呀 跟当初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当时在这个特异功能研究的高光时代里面 非常聪明的一个超能力者 他到现在啊 还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有代表性的超能力呢 是孙楚林 孙楚林啊 她是1957年出生的 大概是在10岁左右 她就被送到了武汉的乡下奶奶家 据她说呀 她就是帮奶奶干农活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发现 那个大树底下的土里 好像埋着一个盒子 她还能看到土下面这个盒子里面有铜钱 但是因为当时是比较动乱的 所以呢她这个事情没有伸张 这个小姑娘还是很聪明的 孙楚林呢就这么跟着奶奶啊 在武汉的乡下生活了几年 但是1979年动乱结束了嘛 孙楚林就回到了武汉 当时主要报道超能力研究结果和特异功能这些事情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杂志 叫自然杂志 她当时刊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讲述有一个12岁叫唐宇的男孩 他会用耳朵的狮子 当时这个孙楚林看到这个报道后就觉得很神奇嘛 她就回到家 自己也做了一下测试 这要说明的是当时孙楚林已经回武汉做幼儿园了 已经开始工作了嘛 她回家发现自己也会耳朵狮子 当时因为整个氛围已经对于超能力不是那么见怪不怪了 大家都很接纳这个事情 她就非常大方的跟周冰的人说她也会耳朵狮子 除了耳朵狮子之外 她还有一个可以控制人体看病灶的这么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了 她十多岁的时候 在武汉的乡下就已经看到了地底下有钱乡 所以当她的超能力被大家慢慢知道了以后呢 她就被当地政府调到了医院里去工作 当时她工作的单位是什么呢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她在医院里做什么呢 就是她可以辅助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过程中 非常清楚地发现病人具体是哪里生了病 什么情况 然后这个病灶有多大 她就这么一直工作到了1987年 1987年的时候呢 孙楚霖遇到了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武汉地质学院人体科学研究所创立者 沈金川教授 沈金川教授啊 邀请孙楚霖去她的研究所工作 作为助理研究员 同时呢也把孙楚霖当作她们研究所的第一个研究对象 从此呢她就在那里待着 一边工作一边被研究 同时自己一边配合研究去继续修炼自己的超能力 她跟沈金川教授呢 合作了18年 她也在那个地方工作 在这18年的时间里 她发现自己从当初的那么几个超能力 已经慢慢地拓展和升级到了具备60多种超能力 其中最著名的呢 也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的就是三种能力 第一跟植物沟通的一个能力 第二呢起死回生的一个能力 第三个能力啊 她可以把自己意识里的图像打印在相机里 或者打印在胶卷里 我们叫她意识摄影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 人具备跟动物沟通的能力已经很厉害了 你能读懂动物的想法 你能知道动物的喜怒哀乐 还能跟动物对话 这个已经很神奇了 对不对 但是孙楚霖她可以跟植物沟通哦 我们知道啊 我们通常会把那些失去意识的 躺着只能呼吸的 不能跟外界互动了 也不能再说话的那些人叫做植物人 基本上就一种植物意识了 对不对 植物意识说明什么 就是说我们认为植物是没有意识的 植物是没有情感的 它更加不可能跟你会有回应嘛 但是在孙楚霖的理解里面不是这样的 它发现植物是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的 它有它的喜怒哀乐哦 它甚至还可以那些已经脱离 土壤生长环境的那种植物 去进行沟通什么样 就是比如说花生粒 绿豆 黄豆 放在它面前 它都能跟它们去对话 我们这里要说它能跟植物沟通的一个来源 是来自于中国人体科学杂志 这个杂志是1990年代 是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主办的一个学术期刊 它一个月出版一次 它基本上是那个时代 大陆地区特异功能研究界的权威期刊了 孙楚霖当时就是以这个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 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它在文章里仔细描述了 它跟植物是如何沟通的 这其中那些细节 阅读起来就感觉像童话故事一样 孙楚霖说 它平常做的比较多的一个实验 就是花生反生 绿豆反生 是怎么理解呢 它把绿豆啊 花生放在面前 用意念跟它们沟通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比如说十几分钟内 让那些花生绿豆重新掌揚出来 就在我们理解 它已经死去的那种豆子 它是可以重新掌揚出来 但是孙楚霖说 这个实验要做成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它必须跟植物要有心灵上的沟通 植物同意了 它才能够去做反芽 重新长出芽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它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就发现了 植物是有情感的 是有灵性的 它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告诉你 孙楚霖说 自己甚至还可以在沟通的过程中 非常清晰的听到绿豆啊 黄豆啊发出的声音 发现每一颗豆子都有自己的个性 孙楚霖当时在文章里讲了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他有一次在做黄豆加速发芽的实验中 发现有一颗黄豆一直在提一件 他说太挤了太挤了 我受不了了 孙楚霖当时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那等到黄豆芽全部发出来的时候 他才发现当时这个瓶子有点小 黄豆放的比较多 它们全都挤在一起 他这才明白 那颗黄豆指的是 它在发芽的过程中太挤了 太挤了 实在是不舒服时候的一个抗疫的声音呀 因为当时挤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当时发芽出来 那个黄豆芽就变得很细了 像胡子一样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空间嘛 还有一次呢 孙楚霖在做一个熟花生起死回生的实验 熟花生呢 就是炸成花生米了 或煮成卤花生了 它是可以让这种花生重新发芽的 那么他在做这个花生发芽的实验过程中呢 也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当天给这个花生做实验的时候呢 实验没有成功 第二天呢 孙楚霖就尝试去做沟通 他说哎你怎么回事呀 为什么不肯发芽呀 有什么不愿意吗 那个花生跟他讲 他说我不舒服 我身上不舒服 我不想发芽 那就很奇怪 你哪里不舒服 他就仔细地去看那根花生粒的时候 就发现了 原来当时的参与实验的人 为了防止他被掉包 防止他掉成了一个生花生去做实验 给这个花生穿了一根铁丝 所以那个花生觉得自己很不舒服 还有一次呢 就非常有意思 有一颗豆子啊 甚至在沟通的过程中告诉孙楚霖他犯错了 当时啊他的导师沈金川教授给了他三颗豆子 让他去做发芽实验 然后他在实验的过程中啊 他一直念 绿豆绿豆快发芽 绿豆绿豆快发芽 他默念的嘛 然后有一颗豆子就开始叫 你错了 你错了 你一直都错了 孙楚霖就很不理解 我哪里错了呀 然后那个豆子继续说 你错了你错了你就是错了 后来孙楚霖仔细一看哦 导师给他的是红豆子 他一直叫他绿豆子 所以这个豆子不高兴了 他觉得你犯错了嘛 孙楚霖还曾经说他在给那个豆子做发芽的实验中啊 有时候这个豆子会告诉他 我不要在这里发芽 你帮我移到哪里去 然后呢 他就遵照豆子的这个意愿哦 就把他移到他想要待在那个地方 哎过一会他就会能顺利发芽 如果你坚持不给他移 还是要在原来的地方 他就发不了芽 他说每个豆子都有自己的脾气啊 所以读完这么一篇文章 你就会感觉哦 这个世界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的 原来植物甚至包括离开母体 不在土壤上成长的那些豆子 他都有自己的想法 万物皆有灵 不是说只有在你面前有表情的那个人 或者动物他才有感情 才有喜怒哀乐 包括植物他也是有的 我们刚刚在说跟植物沟通的时候 有讲到孙楚霖会给豆子去做反生实验 这个反生实验是什么 这个反生之间其实就是孙楚霖所具备的一个 超乎我们认知的一个能力 就是起死回生 那我们刚刚说的有颗熟的花生 孙楚霖让它发芽了 你可以想一想 熟的花生在我们的理解下 它是不是已经死了 它已经被做熟了呀 对吧 那为什么一个熟的花生 它能够重新发芽 发芽是一个有生命的象征 它可以重新成长生长了 对吧 那这个花生反生 其实就是一种起死回生素 那应用在小小的花生上发芽 那应用到人体上 应用到动物上 它会不会让一个生命重新生长呢 这里就说到一个案例了 这就说到了孙楚霖是如何让死去的动物 甚至是得癌症的人 重新起死回生的 台湾有一位对气功研究 特异功能超能力研究 也有很多年经验的 李四成教授 他原来是台大校长嘛 他说他有一次跟孙楚霖一起 就是交流完 结束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孙楚霖当时就像闹着玩一样 拿出一只油焖大虾 他说要让这只大虾活过来 油焖的大虾哦 肯定是熟了嘛 死了嘛 但是他当时用意念去跟这个虾 去进行沟通的时候 大家就眼睛着那只大虾 从红色 我们都知道烧手的虾是红色的 对不对 慢慢慢慢变成了青色 到后来呢 他会弹跳了 当时孙楚霖身边的人 把那只大虾拿过去的时候 一闻 真的是一股活虾的味道 还会跳啊 搞得他们当时都不敢吃虾了 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例呢 是孙楚霖帮人治病 当时呢 他把这个意念和公益用在了一个得癌症的日本男孩身上 他在给他进行一种意识交流以后呢 就徒手 他手上当时放了块纱布嘛 就当他用完意念的时候 这个肿瘤就出现了在他的手上 用呼呼的一团东西 在沙布里 他用意念让那个患癌的日本男孩 回到了他三岁前的一个身体状态 然后当时有人就问他说 那他以后还会得癌症吗 孙楚霖说 我这个就不清楚了 我只是把他返回到了三岁时候的身体状况 那接下去 他如何去调整他的饮食 如何去好好生活 那是他的事情 我只能保证回到他得癌症前的那个状态 据说做完那一次治疗之后 孙楚霖感觉自己好几天都缓不过来 浑身大汗 说明在这个意识过程中 也会用到很多身体的一个能量嘛 对他也是一个体力耗费 所以孙楚霖也是不太会轻易去出手 去证明他能够起死回生 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本身的一个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那我刚刚有说到 孙楚霖还有一个第三个能力 就是意识摄影 这个意识摄影呢 孙楚霖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是他说他在修行的过程中 是慢慢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能量场的时候呢 他说他慢慢的好像打通了 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沟通通道 他说他很多特异功能啊 他很多超能力啊 在打坐的过程中 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师傅交给他的 那他在打坐的时候啊 这些师傅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就是他头上那个天眼的一个 范围内他会出现那些师傅的影像 甚至有些师傅可以跟他交流 他们会把一些那个世界的或者说可以交给孙楚霖的一些方法呢 通过这些影像声音传输给他 那么他有一天就试着说 他说为了证明这些不是我的幻想 我可不可以说把我脑子里的这些画面打印出来 让别人也能跟我感受一下呢 他有一天去试 他真的就做到了 他开发了他这个能力以后啊 他就把他另外一个世界里看到的一些影像啊 人物啊 包括风景啊 就通过意识摄影的方式就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哦 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画像就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意识摄影是什么呢 就有点像 就是通俗的理解怎么理解呢 就是当我们灵魂出体啊 到另外一个地方 看到的这个景象 打印到了我们的手机里 相机里或胶卷里 那也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他灵魂出体看到的那个东西啊 他可以打印出来的画面给你看 因为以前啊 孙楚琳他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现在脑子里看到这个到底是幻觉 还是真相 那如果是真相的话 如何让别人去证明呢 就无意中慢慢的打开了这个能力 其实除了意识摄影去证明 孙楚琳看到的不是幻象呢 就是孙楚琳用另外一种方式啊 也跟他的老师证明了 他看到的不是幻象 就是孙楚琳说他打通了 跟另外一个世界通道以后 见到了很多很多的老师 那有些老师会长期教他的 他说他有一天啊 看新闻啊 知道了当时也有个特异工的人 叫张宝胜 孙楚琳说他看到张宝胜有个能力啊 就是可以把密封的药瓶子里的药 这样抖的时候把他抖出来 他就很奇怪 他说我可不可以有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他当晚打坐的时候啊 好像是他的师傅听到了 他这个书球似的 就出现在他的打坐的那个空间里了 他跟他讲 我今天来教你这个法术 然后他就教他了 告诉他了一些方法 那第二天醒过来 他说我怎么证明 我这个不是幻象呢 不是我做梦呢 他就跟他的老师说 神教授说 那很简单啊 你就用师傅教你的方法试一试啊 就给他找了一个密封好的药瓶子 他就照着师傅教他的方法 然后口诀去抖的时候 真的药瓶子抖出来了 这个时候神教授说 哦原来真的是有师傅 在另外一个世界教你 而灵魂出窍 在另外一个世界看到的影像 通过胶卷打印出来 对不对 其实这个能力不是孙楚琳独有的 而且在世界上很多人有 但也从侧面证明了 意识摄影这个能力 确实是一种超能力 它是客观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叫意识摄影 也叫意念摄影的超能量 最早其实是日本的超心理研究学者 弗莱友吉教授发现的 他当时有一个研究对象呀 叫做三田光一 三田光一呢 也具有这样子的一个透视 和意念摄影的能力 它的能力神奇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甚至通过意念摄影的这个超能力呀 拍出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啊 我们先说一下它是什么时代的 它是在1931年的时候 用意念摄影拍摄了一张 月球当时背面的照片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 人们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对吗 所以月球永远是这一面对着地球站的 没有人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那个背面 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是美国 60年代对不对 距离这个超能力者 三田光一在1931年打印出来的 那个月球背面的照片 是整整间隔30年的 那当时他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 并告诉世人说 这个是月球背面的照片 是没有人相信它的 反正谁都看不到嘛 你什么话都行 但是30多年过去以后 当人家去比对 人类拍出来的这种背面的照片 跟三田光一意识摄影拍出来的 月球背面的照片 是几乎一样 日本也就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去认可 存在意识摄影 包括美国的科学家 不过呢 你会想 如果我也有这么样的超能力 我生活带是多么丰富多彩 该是多么有意思啊 但是孙楚琳啊 他说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妈妈啦 他同样要辅导孩子的作业 同样从研究所回家 他也要自己烧饭洗碗 他也同样要去菜场买菜 生活非常普通 他也从来没想过说 我要靠这些超能力去表演 或者去赚钱之类的 他只是一边在研究所 配合教授的工作 自己默默的修炼修行 那有时候帮帮身边的人 之外呢 他就没有在公共场合去活跃过了